新投资者移民入境计划 新投资者移民入境计划 是3月1日推出宣布的细节 开始会比较多一些查询 但在过去之后那几个月 我们都见到数字稳步上升 截至7月5日 我们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查询 另外真的递了表申请 已经有346宗 然后先到投资推广署 是审批一个正资产审批的 审批已经有214宗 另外入境署已经批出 117宗原则上的批准 申请者可以进入香港 即是做他的投资 投资了3,000万之后 再递进来说给他做了这件事 入境署正式批出 已有4个批准 即是什么意思呢 由3月1日至短短三个月之中 已经有申请、批核、投资 兼最后批准 变为香港居民 已经有4宗了 我们预计如果有346宗 全部都批准了的话 其实是为香港带来 超过100亿港元的资金